Pfff 今年 太难了 我不能拍视频了 大家好,我是阿滴滴的小虎 2021年太不容易了 我们一起看看我今年经历了什么 视频最后我也想今天帮我一个大忙 看看谁能帮我 因为我今年已经留在奥地利 长下的房子已经空住了十个月 还是没有等到占证十个月的房租 我的心 好懂 最后我在奥地利租了新的工作室 所以现在可以开始用新的studio 拍新的视频 给你们看一下我新的厨房吧 从我妈妈的厨房到新的工作室 我一直在克服各种问题 好在有你们的知识 不然我坚持不下来 回到奥地利也让我拍了更多欧洲的美食 把内脏精力调后 又汉把原样装在大背包里 然后最困难的部分开始了 在下着小雨的寒冷缓昏 我们要从一辆简密布满大十块的山顶 踏持极致的上路下山 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 十分钟的美食视频看起来很过瘾 但是拍摄背后太多心酸 烤得很好 但是这个洞我就做得太小了 我用做了功能 可以拿 我希望你们的生活 像这个龙虾的颜色 样 火火 红红 红红 火火 But hey 2021年还是很棒的 因为有你们一直在支持我 非常谢谢你们 很多人说我转胖了 所以我想多运动 渐渐肥 然后我去化学了 就摔掉了 我的 胃血了 嗯 看到了吗 十年前 我打 美国足球的时候 已经摔断了一次 现在 同样的地方 已经 第二次 还好 不是很痛 医生说就休息六个星期 再看看 要不要 解除 手术 还好 不是很痛 医生说休息六个星期 然后再看看 要不要 手术 所以 下个星期 我不分享 新的视频 就休息 一个星期 然后我 坐着 拍新的视频 给你们介绍 不同的知识和 面粉 评论和录幕 告诉我 你们想看看 什么视频 希望 2022年 会更加 松利 也会 在 无在级频道分享更多 摩托车的视频 我也会做更多的直播 分享更多的 有意思的视频 给你们 最后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请就 请你们 帮帮我 很多你们 知道我有两条 土狗 因为疫情 他们一直在长沙 现在 我要找到 从中国来 欧洲的人 看看 有谁可以帮我 把他们 带到欧洲 任何飞到奥地利 德国 或周围的国家 可以 GoGo的文件 也准备好了 只要有人 带着他们 多运到欧洲 我 中国的朋友 会把GoGo 送到机场 我会在欧洲的机场 接他们 如果 有人能帮我 进发消息 给我 请来 我 真的 需要你的帮助 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 给我的 每一条 点赞 订阅 和 关注我 也 支持我 我不能 用三床 中文 告诉你们 这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A huge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lready a happy new year